一个人的生时对于其命运的预测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而我们常常谈论生肖那属于年甘的部分 又论月份那是月干的部分 而若是谈出生日期那么兼具了所有元素 其准确性会更高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哪些杨历日期出生的人 一生贵命不是多福就是多金吧 一、杨历二日、八日、十五日 生日在杨历每月二日、八日、十五日的人 属于火行人格 天性乐天积极 善于创造打拼 从小就展现出异于同龄人的魄力 而这样的人如果教育导向正确 多半会成为社会的中间力量 甚至是创业成功人士 一生富贵之命 不仅时运超群 而且多才多福 注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二、杨历三日、十六日 生日在杨历每月三日和十六日的人 属于木行人格 其普遍生性聪颖 为人大方 人缘颇佳 早年就展现出过人的社交手腕 懂得变通和圆融 擅长与人合作 而正因为此类鲜明的特质 成年后的他们往往能得贵人提携 伯乐发觉 不到三十岁便能一路上升 逐渐飞黄腾达 堪称富贵命 不仅浮原身后 而且财博堆山 三、杨历十日 二十三日、三十一日 生日在杨历每月十日 二十三日、三十一日的人 属于金行人格 其普遍具有精明的头脑 善于计算 非常懂得理财 并且从小对财富的追求 就展露无遗 而戴琪成人之后 若是导向正途 通常能成为出色的商人 不出四十岁便有望大获成功 名利兼收 甚至富甲一方 不仅财产多 而且福运绵绵 俗话说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讲到一个人的命运 是上天已经安排好了 一生会经历什么样的坎坷 也是必然的 这样想想 当你遇到困难 也就没有必要去纠结 充其量也只是人生的小插曲罢了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 从杨丽的出生日期 测算人的命运有没有福气 出生日期测算运势 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三十一日出生的人 得天独厚 生来智慧过人 聪明伶俐 从小就能够从同龄人当中脱颖而出 学业有成 而在出入职场的时候 虽然会有一些波折和磨难 但是他们的适应能力极强 所以总能靠自己逢凶化吉 克服险阻 人到三十即可收获福气人生 这辈子注定福气旺盛 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出生的人 生性沉静 天资聪颖 善于思考 一生中多得贵人相助 二十出头即有稳定职业 而左右逢源 恋情中也能受尽宠爱 虽然不一定能大富大贵 但生活幸福 甜多于苦 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出生的人 个性直率 不做作 十分地大方慷慨 但心思单纯一被骗 经历磨练充实自己 三十岁后必发家致富 后半生无忧尽享福 而且这几天出生的人 财运方面也很出色 他们本身的守财能力也不错 可以说只要他们努力 就能得到一生富贵 比一般人更容易发财 另一方面 他们也能够保证自己的财运不散失 这就是大财的基础 四日、十四日、二十四日出生的人 智商过人 乐天随性 多数具备良好外形和过人气质 从事任何职业都能够左右逢源 一生受尽长辈宠爱 异性追捧 注定婚姻幸福 家宅昌隆 五日、十五日、二十五日出生的人 从小被家人保护 宠爱 无忧虑 出涉职场经验 不足以吃亏遭人暗算 只要努力到底必有收获 随着你的自身的信心增加 运气、福气自然都来了 六日、十六日、二十六日出生的人 心系敏感 话不多 但是行动力超强 一辈子多有贵人相助 年轻时运势平平 重规重矩 但是能在四十岁之后运势转望 福气姗姗来迟 七日、十七日、二十七日出生的人 生来就财运好 能力强 但性情浮躁 也心大 过于的贪心易损财 需要脚踏实地把握分寸 运势将会很好 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出生的人 八喜临门 本位好命无忧愁 性格乐观开朗 朋友遍布天下 从小到大都不缺贵人助孕 但自身容易有惰性和侥幸心理 福气在眼前却总不能靠自己抓住 因此最后人生如何演绎 也是要看付出了多少努力 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出生的人 生来比较多愁善感 容易敏感过度 无论做什么事心理压力都会比较大 所以有时容易错失良机 一生也许没有十分旺盛的福气 但是偏财运却十分喜人 虽无大富大贵的命运 但可以收获好姻缘 十日、二十日、三十日出生的人 命途平顺 为人善良厚道 不为伤天害理之事 虽然早年吃苦受罪良多 但人善得福报 终年之后后福无穷 何弃生财 如果从事生意 这份好性格就能给他们带来 数也数不尽的横财大利 命运的观点 在古代很流行 孔子弟子子下说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这是将自己的命运交出了 有人会掌控命运 孔子的亲传弟子都如此 那等到再传 三传 一直到无数代弟子时 对命运的信奉 就不会再改变了 看了出生日的运势 下面一起来看看那些 出生月份生来有福气吧 二 杨丽月份看福气 一 杨丽三月 三月生人 气质高滑 为人仗义有雄心 勇气可加信念强 从小就是个性格比较执拗的人 只要是他们决定要做的事情 几乎没有做不到的 人缘好 所以福气也很旺盛 他们一方有难 八方朋友之源 财路也会随着他们的年纪增长 而越拓越宽 因此出生在农历三月的人 天生不会是个平凡的人 福星之命天注定 二 杨丽六月 六月生人 开朗乐观 性格随和 而有任性 能以从容的心态 笑对人生磨难辛苦 虽然他们的事业格 不会天生就很旺 甚至有事业上的错误选择 但终究都能逢凶化吉 福气自来 哪怕事业再不顺心 他们也能得到贵人相助 破除压力 赶走烦恼 手头宽裕 不缺钱花 纵使生活甜苦相依 但到了中年后 功德圆满 福禄寿三全 这正是天生的福星命 三 杨丽八月 八月生人 性格人善稳重 生来命重 精气 旺盛 与钱有缘 旺财带贵 一辈子下来 很少有缺钱花的时候 不是家人 被家照顾 就是亲朋好友 解囊相助 身手的人助 困境有人福 天生就是得到者 多助的命运 注定为福星 若肯努力 必能富贵 殷实一辈子 四 杨丽十二月 十二月生人 是一年之中 财运最好的人 锐血照封年 时节望命运 此时出生的人 福气极旺 命里水气极盛 主灾难化解 福源相随 福源相随不离身 成年后 多数能成就大业 稳步发财 人生前途无量 能在三十二至三十五岁 这个人生的黄金时期 发家致富 收获幸福 抱得家人归 喜得贵子来 一辈子下来 圆圆满满 财不缺 贵不缺 福星命运惹人陷 这些数字的用法 有时也往往应验 因为万物之中 皆有奇数 除了上面出生日 和出生月 可以测福运 人的出生年份 也可以确定财运 三 以出生日期 确定个人财位的方法 出生年月日 或时辰不同 其在家中的 吉凶方位就不同 财位也有区别 出生年最后数字 为一者 如 一九六一 一九七一 一九八一等 财位在正西方有位 出生年最后数字 为二者 如 一九六二 一九七二 一九八二等 财位在西北方骇位 出生年最后数字 为三者 如 一九六三 一九七三 一九八三等 财位在正北子位 出生年最后数字 为四者 如 一九六四 一九七四 一九八四等 财位在东北营位 出生年最后数字为五者 如 一九六五 一九七五 一九八五等 财位在正东某位 出生年最后数字为六者 如 一九六六 一九七六 一九八六等 财位在东南四位 出生年最后数字为七者 财位在正南五位 如一九六七 一九七七 一九八七等 财位在正南五位 出生年最后数字为八者 如一九六八 一九七八 一九八八等 财位在东南四位 出生年最后数字为九者 如一九六九 一九七九 一九八九等 财位在正南五位 出生年最后数字为十者 如一九七零 一九八零 一九九零等 财位在西南身位 还有一点需注意 一个家庭如果有多人居住 要以赚钱最多的人为主来利用极力方位 以便吉祥气场能急剧加强而不被分散 出生运势解析本身就是一个参考方向 没有必要盲目迷信 更多的还是需要理性分析 相信每个人都希望福气能多一点 若是你觉得自己的福气不够 那么从现在起 赶紧从日常生活中多多行善 为自己基福 所谓的佛缘是跟佛祖之间的缘分 如果一个人佛缘深厚 那么日后必定会好运连连 人之初 性本善 在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一切都是美好的 思想也很单纯 因此心肠善良的人 运气总不会太差 而命中佛缘深刻的人 性格中带有一些佛性 命力终究光明灿烂 受菩萨保佑 尤其是一年十二个月 出生在这三个月的朋友们 天命吉祥 善良又好命 一辈子有佛祖庇护 佛缘深厚 不缺富贵 长寿百岁 农历一月 出生在阴历正月的 自主性比较强 而且充满着信心 战斗力十分的强 他们就算是面对地狱苦海 依旧是平常心态 农历一月也是新年开始的月份 这个月份出生的朋友 有着很旺盛的福气和阳气 一生都不会有大病大灾 与佛祖有缘是个忠孝两全的人 做事情有着拼搏的精神 强大的内心 人生大吉大利 越是上了年纪 这样的福气越能够显现出来 也算是福源深厚的人 因此不管在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 都会迎难而上 在工作中特别容易受到老板的重视 他们命里有两大福星庇佑 注定会福气满满 幸福一生 富贵一生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出身并不重要 他们更加在乎的时候 是自己的本事 而这样的人 出身越是低微 他就越有着信心能够去改变自己的现状 然后一步一步地做到成功 他们会让自己的努力来掌控自己 规划自己的人生 对未来充满着期待 如果在此期间 吃了很多的苦 他们会认为 这是人生当中必要的经历 是应该承受的 所以在未来的时候 就注定会成功 不论男女都是好命的主 平安顺遂 财富也在不断地积累 后半生子孙兴隆 多多顺利 晚景幸福 农历六月 农历六月 正是观音的到日 因此这个月出生的人 能够得到观音菩萨的保佑 他们这辈子佛缘身后 一生大吉大利 并且农历六月出生的人 十分有主见 为人活泼 性格开朗 做事情十分有条理 所以这个月出生的人 也绝对不是等闲之辈 日后必定能成大器 成为人上人 在阴历九月出生的人 能力出众 这个月份是丰收的大季节 他们出生的时候 藏着富贵之气的 不管做什么 总是有着干劲 不会感觉到累 如果出生在了一个贫穷的家庭 但是他们自身就自带幸运值 不仅能够影响自己 还能够给身边人带来好的运气 农历六月出生的人 心肠比较好 对待他人热情洋溢 喜欢主动去与人交往 热心助人在朋友 遇到挫折的时候 能够挺身而出 能够给予他人很及时的帮助 通常好运不断喜事连连 一生都比较顺顺利利 事业能够平顺 财富增长平缓 即使遇到困难 也会有他人的热心帮忙 顺利渡过难关 因此只有当他们历尽现实的考验 贵人才会越来越多 好在天生坚韧的他们 从不惧怕现实的辛苦 人生终能迎来与过天晴 苦一时 负一事 要相信自己佛缘在身 这样凡事将会更加顺利 事半功倍 农历九月 一历九月出生的朋友们 一辈子富贵在身 受佛祖的庇护加持 他们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 一定能够顺风顺水 无灾无难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有福气 佛缘深厚 有佛祖的庇护 自然遇难成祥 吉祥如意 所以这个月份出生的人 命中都带有一定的佛性 天生乐观 做人颇具舍己为人的精神 小时受苦 长大幸福 人生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 都会成为他们人生的砝码 生活上烦心事越来越少 活得滋润豁达 佛曰 命由己造 有些人小时候就有很好的运气 享受到了富裕的生活 也得到了家人的宠爱 不得不说这些人的运势特别好 心肠善良的人 运气总不会太差 而命中佛缘深刻的人 性格中带有一些佛性 命里终究光明灿烂 受菩萨保佑 虽然这些月份出生的孩子 会比较有福 但是佛祖看众生平等 所以可以说 只要心中有所求 就可以向菩萨祷告 虽然说只是人们的一种祈求 但有的时候也很灵验 常言道 信则有不信则无 很多事情都遵循着这个规律 有的时候相信的力量不容小觑 既然人人都祈求菩萨保佑 那么菩萨如何保佑世人呢 佛教 一个人遇到这两种征兆 说明菩萨在诱护你 平时遇到不防珍惜 一 总能遇到贵人 贵人是可遇不可求的一类人 他们到底在哪里或者何时出现 根本没有规律可寻 由于贵人的相貌 性格都无迹可寻 所以人们只能被动地等待贵人来到 按照佛教的说法 贵人也可以被称为佛菩萨 一旦遇到了贵人 就说明佛菩萨正在保佑你 苍阳家措曾在《问佛》中写道 佛是过来人 人是未来佛 这两句诗文正契合了 贵人及佛菩萨的说法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每当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 总会有一个人会挺身而出 比如 你不小心失足落水而被人救起 那个救你的人就是佛菩萨 因为他们拥有一副菩萨心肠 虽然被人们称之为贵人 但却是不折不扣的真菩萨 佛教中流传着一个故事 想必大家看过这则故事后 就会对贵人和佛菩萨 有更深刻的了解 据说 曾经有一个笃信佛教的人 不小心掉进了海里 于是他便祈求菩萨保佑 自己可以渡过难关 并且虔诚地认为观音菩萨 一定会派遣使者来救自己 就这样没过多久 从遥远的海面上 飘过来一块 足以承载一个人的重量的原木 但是这个佛教徒 却并未理会 只是双手和时不停地 祈求菩萨来救自己 就这样这块原木 被海浪冲走了 可是不一会又来了一个船夫 他看到了这个落海的人 于是快速将船滑到他的面前 并且对着那个人大喊 拉住我的手 我救你上船 但是却被这个信佛的人拒绝了 想必这一点 会让很多人都十分意外 原因就在于那个人 坚持要等观音菩萨亲自来救他 最后的结果 大家一定都知道了 那个人被海水淹没了 死后 他见到了观音菩萨 并且对着菩萨抱怨起来 枉我这么崇拜你 为什么你不来救我 观音菩萨听后 微笑地对着他说 我曾化作原木和船夫 两次想要救你上岸 但是却都被你拒绝了 那个人听完菩萨的话 后悔不已 菩萨岂是大家想见就见的吗 他会幻化成不同的形象 去面对世人 而这样的人既可以称为贵人 也可以称为佛菩萨 二 频繁遇到恶人 恶人不仅会让人非常惧怕 而且还会伤害到大众 那些在我们身边经常伤害我们的人 往往都会被人们称为恶人 很多人对恶人都避之不及 谁又能想到频频遇到恶人 竟然是菩萨在保佑自己呢 《唯摩洁经》中曾有这样一种说法 我们生命中遇到的那些大奸大恶之人 其实也可能是佛菩萨的化身 这种说法虽然非常令人费解 但确实让很多佛教徒深信不疑 佛教中有一则小故事 据说当年佛陀身边的提婆达多 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人 其实提婆达多也是帮助佛陀修行的菩萨 只不过佛陀能够领悟其中的真谛 普罗大众却很少能够参悟 佛教认为恶人是帮助大众消除业障的佛菩萨 他们虽然以不同的方式伤害了我们 但同时也帮我们消除了业障 如果没有那些伤害自己的人 自己也就不会领悟到更多的道理 或者说生活真谛和人生意义了 按照佛家的说法 一个人只有消除业障 才能修成正果 当然这种说法也要一分为二 并非所有恶人都是佛菩萨 面对伤害自己的人也要懂得反抗 所以说不论你是几月出生的 都一定有佛祖保佑着我们 只是每个人的节点不一样罢了 佛教说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每个人的命运在我们降临世间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 要相信上天自有安排 不会有人永远不顺利 此时的不顺是为以后蓄力 只要保持一颗热爱生活的心 好运就会降临 菩萨象征着大慈大悲 佛缘身后之人必得菩萨保佑 人这辈子总有各种各样的风波迭起 唯有福报求不来 有德之人方可得菩萨相助 君子尽鬼神而远之 小人为鬼神而招之 非有所惧 即有所求 阿宝扎之 顺天成命 风水学一直影响着大家 家里的风水好不好 将会影响这家人的运势和命格 为此不惜有人花重惊情 倒是来看风水 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 你身体的某个东西也可能决定你的运势如何 这个就是身上的痣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身上这三处有痣的人 竟是真龙转世化身 天生龙气加身 一生的金钱运势滚滚来 一起往下看 一耳垂有痣 耳垂大耳饱满 称为人有垂珠 这是一种福相 假如在生有志的话 调明其人心地善良 福气满满 常有好运光顾 事业也好 财运也好 都能顺顺利利 享受荣华富贵 耳垂与人中很相似 能够不停地长大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耳垂也会长 而且经常念经 修佛的人 耳垂也会越来越大 耳垂福气比较多 如果常志 会给自己的事业金钱 增加运势 耳垂有志的男人 有福气会很长少 一生财运都很好 无论是工作上 还是生活中 都能得到贵人的帮助 如果是左右耳垂都长有志 表示其人是一个孝顺有家的好孩子 能有这么个孩子是父母的福气 而且这样的人也是大富大贵之乡 这类男人家庭条件优越 成长道路一帆风顺 家庭和母子孙满堂 一生福气满满 耳垂上有志的女人心思比较细腻 考虑问题比较全面 善于谋划 属于日志型的人 有时候难免过于小心翼翼 总怕做事有遗漏 另外耳垂也代表着生育能力 耳垂有志的女人一般生女儿多于生儿子 而女的身体也会比较健康 总之耳垂有志的人通常是很有福气的 他们的性格较为要强 而且从来不会认输 通常在晚年或中年的时候会时来运转 未来将会得到贵人相助 并且大富大贵 是天生具有龙穴的皇帝命格 可遇而不可求 有位网友的唐杰耳垂有着一颗志 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 他在某个中学当老师 教的是化学 做事情很认真 也是一个很念家的人 每到周末都会回到家来孝顺父母 也是一个从来都不认输的性格 他之前为了考编制就考了大概两三年 一直失败 但是最后一年重考了第一名 他是跟大学同学结婚的 感情很幸福 那个人也是老师 他们的第一胎是女儿 后来又怀了一胎 也是女儿 每次去唐姐家看见他都是神采意义 福气很多 人也很善良 二 印堂有志 印堂是在眉心的位置 在香学当中主管的世人的运气 废阔力 思考等等 一般来看 印堂是以光滑明镜 没有乱纹 没有疤痕最好 尤其是在印堂中长了志 正好是位于眉心的正中间 拥有这个志的人有着极高的礼物 是大富大贵的象征 而且非常聪明 他们擅长观察人心 并且人人为贤 印堂常志的人 很适合作为领导 因为他们之人善任 很有领导风范 对人际关系处理非常好 人脉广 预厚在事业上的成就不会低 有一个朋友讲了他创业的故事 他很久之前去算过命 当时算命大师告诉他 因为眉心中间有一颗志 而且还是一颗乌黑亮晶的志 那么这个志 在香学中也被称为浩月当空志 拥有这个志向的女人从小就很独立 工作之后也是事业上的女强人 朋友不信 因为在工作中他只是一个小职员 勤勤恳恳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完成领导下达的任务指标 不过后来领导赏识他 因为他做了几年本职工作之后 正好公司新成立品牌 领导看到他的工作能力优秀 而且性格比较稳重 领导就让他来管理 这个人也不负众望 停介着自己的能力还有智慧 新品牌在他的经营之下越来越成熟 后来也如算命所说成为了一个女强人 我们的运势发展 有时候也可以借助面向 虽然不能够决定一切 但是却能够给我们带来好的运气 三下巴有志 下巴有志和财运有关 如果发现自己的下巴周围有一颗志 那么恭喜你 你的财运应该很不错 工资比较高 如果做生意也会容易成功 这一生不用为钱财担心 如果有闲钱 建议选择一些合适的项目去做投资 一定会有所回报的 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的富贵和钱财 主要和房产等不动产有关 下巴有志的人 老来不用担心子女赡养问题 即使子女不孝 不赡养 也因为自己有着很多的钱财储蓄 而过得舒适自在 很有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动产 下巴有志的人不仅一生富贵 而且下巴有志的人有很大可能性 能拥有较大的权力 并且能身处于较高的地位 可以说是有钱又有钱 某著名领袖下巴上就有一个大志 也可以验证 他从青年时期开始就担任领导者的位置 老年的时候能够拥有最高的权力地位 而且他一生为人民 为国家付出了许多心血 晚年期间身重病仍然为国家出谋划策 如果下巴有志的人 即使达不到很高的地位 也会在生活圈子里有一定的名气 受人尊重 还有一位大师说 长在下巴的志士紫微星的标志 而紫微星又恰恰是传说中天庭 天地所在的地方 紫微星正对四方 光摇万星正坐其中 乾坤紫气浩大 流于天庭成为仙境 流于人间铸造蓬莱仙岛 紫微照耀星光 上道百寿 折服日星引药 祝君王威严 可见下巴有志是有着龙气的 另外下巴是一个人子孙孕的所在 这里也代表了他们晚年的运势 所以一般下巴上长制的人 都是龙气十足的命格 不过部分下巴长制的人 也容易一败涂地 因为他们比较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 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一定要及时进行改正 这样在未来才能有福音 降临到他们的身 这三个志代表的就是龙气 而龙气非常的特殊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这样的命下 这是一种天生的 并且是与生俱来的精气神 如果一个人拥有龙气 那么在生活中会非常的顺利 能够有一人之相 处于万人之上的地位 按照现代社会的地位区分 绝对是领导 但是龙气之人的确少之又少 并且这一类人群非常特殊 事业爱情家庭都会有很好的运气 子女的运气也非常好 孩子会很聪明 并且在学习上也会有一定的成就 长大后更能成为有用之人 夫妻间感情很好 很少有争吵 如果家里的祖坟风水比较好 就会出现这样的大人物 他们身上就会出现这样的特征 这样的人有可能成为最有钱的作家 也有可能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甚至是个放荡不羁的画家 这样人的横财运局价 大多数都能遇上天上调献饼的好事 在这样的契机之下 多做善事 自己的福报就会一直留存 总之 身上这三个地方有志的人们 要么是祖坟风水好 祖上积德行善 积累的福报到达了一定的程度 所以后代被赋予了隆气 这都是结善缘的缘由 这就是善有善果的有恶果 教导人们从此刻就要多行善 这样家里风水运势才会好 只有运势好了 其他才会好起来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